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今天是第156课 我们开始进入到圣经当中永恒预定的教理的内容 我们这一讲,讲预定教理的益处和价值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一章一节到四节 永恒的预定这个主题在加尔文牧师的第一版 基督教要1536年版里面根本没出现 没有提及这个教理 然而在1539年的第二版里面 在讨论神的护理的时候 与护理一并讨论了神的预制 就相当于今天的神论的部分 在谈论神的预制的时候讨论到预定 然后神的作为的时候又谈到神的护理 直到1559年最终版的时候 这个预定的教理呢 是放到,不是放在神论里面讨论 一开始创造主上帝的时候讨论 不是那个时候讨论 而是在认识在基督里面救赎主上帝的时候 讨论救恩论的部分 而且讨讨论了整个救恩论结束的时候 才谈预定论 这种安排我们也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比起那种逻辑上的安排 更侧重于误会性的安排 而这种安排基本上也是受罗马书的影响 罗马书在讨论预定的时候 不是在讨论上帝在永恒当中的这个神的预指 而是讨论到人的救恩的时候 最终救恩的根源什么 以色列等等 讨论了神的预定 所以这是救恩论的部分来处理 那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在国内热心的去追求改革宗信仰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追随现代的 像伯克夫啊什么霍顿啊等等这样的系统神学书的时候 一般的系统神学书在处理预定论的时候 是从神论开始处理 训论之后神论 神论里面谈到神的名字 神的属性 认识神的可能性 认识神的方法论等等 然后谈到神的名字属性的时候 谈到了神的作为 神的预指 神的执意 然后又谈到神的创造护理等等 所以在神的预指当中会讨论预定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要记住 就是圣经在处理预定教理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学习系统神学的方法和圣经神学的时候 要取得一个恰当的一个和谐的做法 所以追随逻辑是在神论方面 但是从梦会的角度 从圣经使用预定论的方法来看 它是从实用的救恩论的角度 这个不是什么严格的错误对错的问题 方法的问题 背后的精神也不同 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探讨预定论的时候 更多的是讨论形容上的 讨论本体论的 讨论这种逻辑上的 永恒当中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有的时候就忽略了预定论该怎么用 就忽略了圣经把预定论在什么时候谈 什么时候用这样的问题 以至于造成了很多不成熟的偏差 所以我们要留意 加尔文是圣经性的系统神学家 圣经性的学者 虽然这种表达有点怪 你发现从这个初代教会开始 到宗教改革时期 甚至到巴文克为止 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种 包括十七世纪的正统派 改革主义 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圣经性的 虽然他们有好逻辑 但是他们还是追随加尔文的这种做法 但是近现代不同 就是处理的时候比较抽象的 这种逻辑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不接地气的这样的处理方法 所以要留意 加尔文牧师是在救恩论的部分处理预定 比起你讨讨论那种抽象的上帝到底怎么想 他是讨论具体的 你救恩的问题 到底救恩的根源是什么 所以大家在讨论预定论的时候 如果明白这个微妙的差异的话 我们可能避免很多枯燥的神学辩论 在讨论神学 讨论预定论是非常必要的 那为什么必要呢 加尔文牧师在这里讨论了 为何救恩或者生命之约 不领导所有人呢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得救 为什么生命之约的实际的果效 不领导所有的人 为何听到这救恩的福音的人 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信 有的人不信 不单如此 还有就是圣经明确教导预定论 比起预定论 我们说预定的教理 圣经教导预定这个教理 这个教义 再也就是教会当中 现实当中 很多人对这个教理 自身感到困惑 为什么一方面谈到神 同样一位神 上帝却拣选一部分人得救 然后却遗弃一些人 让他们灭亡 这位上帝这样做的时候 看似矛盾 这位爱的神 爱了一部分人 然后抛弃一部分人 他们就解决不了这种张力 因着教义本身感到困惑 再有就是那些反对的人 他们诋毁和反对之人 他们借着他们的错谬的言论 而带来教会的困扰 困惑 因着他们的毁谤攻击这个教义 他们就因此更加困惑 本来这个教义本身 教理本身就有一定的理解的难度 有一定的困惑 但是那些反对的人 然后一些毁谤的话 攻击的话 绩效的话 反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困惑 现实当中 为什么有的人信 有的人不信 为什么不是领导所有的人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然后最重要的是圣经教导 所以我们要教导 圣经讲了 我们不可以避免吗 圣经当中很多重要的主题讲了 那我们也不能说 只是讲我们喜欢讲的 我们不喜欢的 或者是其他的忽视 又要教导全辈的真理 然后再也就是 我们对这个教理本身的理解 带来了很多的困惑 还有那些攻击这个教理的人 那些毁谤和攻击 反而让我们感到更加困惑 因此呢 既然圣经教导 既然有这么多困惑 我们查考圣经当中 所教导的预定教理 我们去澄清这个教理 我们去解除一些 错谬的攻击和一些困扰 弟兄姐妹的内心的困扰 这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圣经里面 凡对我们有意的都介绍了 凡对我们无意的 他也不会记录下来 所以既然圣经教导这个教理 我们为何不去认真去认识他呢 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讨论和教导 永恒预定的教理的必要性 那到底何为预定呢 简单的讲 加尔牧师在他的书里面 谈到了预定是神的奥秘 这是预定的性质 上帝的奥秘 属于上帝的奥秘 为什么 这个奥秘对于神不是奥秘 因为那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到底要拣选谁 一弃谁 这个上帝当然清楚了 对他没有什么隐藏的 对于我们来说 预定教理这个事情 本身是属于神的奥秘 关乎神在永恒当中 他心里面怎么想的 怎么打算的 怎么筹算的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是奥秘 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没有办法透支 完全掌握的 这是预定本身就 超验的 鲜艳的 在我们存在之前 宇宙外有 所有有形质的 看得见看不见的 被造物 存在之前 在永恒当中 上帝的计划里面 就包含了预定 所以是奥秘 对于我们来说 那第二呢 这里面谈到了这个预定呢 他是神的美意 是按照他所许悦的 是美好的 他的计划 他的旨意 上帝就这么想的 上帝就这么愿意 上帝就这么决定了 这是他的美意 他美好的旨意 谁敢说神的旨意是不好的 是邪恶的 那你就等于控告神是邪恶的 对不对 圣经里告诉我们 他所行的竞斗诚实 包括他所筹划的 他的智慧高过我们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 所以上帝既然是良善的 他所有的言论 作为意念 想法 旨意 都是美善的 所以形容预定 这样的神的作为 是神的美意 神美好的旨意 神的旨意 他所喜悦的旨意 不仅如此 预定的教理 也告诉我们 救恩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 不在乎人的行为 不是根据人的功劳 不是根据我们有什么长处 所以神才 因这第一因在我里面 因我里面有神值得爱 值得预定 值得拣选的 那样的功劳 那样的长处 所以就上帝是第二因 就被动的回应我那个好 所以就拯救我 这个是完全与圣经强调的 救恩是矛盾的 圣经告诉我们 救恩是属于业化 救恩随着 上帝随着自己的旨意 照着他自己的怜悯 他怜悯我们 他简讯了我们 所以这个前提 我们说到怜悯 是上帝对待那些 落在罪里面 真人的那种善意 看到他们可怜 愿意失忍给他们 走过路旁 看见一个 瘫在地上乞讨的人 心生怜悯 就可怜他 施舍给他 救助他 把他送到医院 给他免费治疗 给他洗澡沐浴 然后让他恢复健康 理发等等 给他买新衣服 让他活着像人一样 正常人一样尊严 这个完全跟那个乞丐 流浪的人本身 有什么美德 没关系 完全取决于经过的 那个施主的 那个帮助他的 施恩者的内心 他怜悯他 动了情 所以他 所以不在乎那个人 而在乎 发怜悯的神 救恩是出于神的怜悯 不仅如此 这里面提到了说 上帝永恒的预定 就是说这个永恒 不仅是说到 神的这个预定 是不改变的 神一旦定义决定 他就持续到永远 是神对待自己的诚实 对于我们应许 这叫信实 他对待自己是真实 神是真实的 他这样想 他就这样做 他这样定义了 他就这样实行 这是神的真实 他不改变 他想和行动是一致的 不但如此 永恒的预定还强调 是在永恒当中的作为 上帝在万物被造之前 世界成形之前 神实行他的计划之前 实行的计划 首先是创造 然后是护理 然后后来是救赎等等 那在这些实行 他创造之前 一切都是无的时候 上帝在永恒当中 他内心里面 他定义的那个筹划 那个打算 那个计划 被称为永恒的预定 这已经就超越了一切 不在乎人的反应 那个时候人还不存在 也不可能有反应 那关于预定和预知 这个我们下周会谈 在这里不讲 所以提到永恒的预知 在时间前 时间被造之前 在永恒当中 上帝的定义 神的计划 神的筹算 神的预知 不仅如此 预定呢 加尔文默士透过圣经看到 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出来 人的救恩最终取决 与不是人的行为 不是人的功劳 来神的怜悯 而且上帝在预定这个事情上 他预定了一些人得救 注意啊 预定了 预定是神在造世界之前 人没有任何行为之前 上帝预先定下 随着他自己的喜悦 他自己的旨意 就定下了一些人得救 不是朦朦朦朦的 具体的定下了一些人得救 我们称之为拣选 定下这些人 预先定下一些人 让他们有份于生命之约 有份于 基督的救赎的恩典 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 这些堕落的人当中 虽然时间上 人还不存在 时间上 人还没有堕落 在永世事当中 上帝就这样计划 一些人将来 在将来的堕落的状态当中 他要从一部分 这个堕落的人类当中 一部分拣选他们 透过基督来赐恩拯救他们 让他们得以拯救 享受这个生命之约 享受救恩 所以预定了一些人得救 我们称之为这些选民 被拣选的人 称为选民 然后上帝预定他们得救 他们这种行为 就是拣选 所以注意拣选的概念 是预定得救的人 这个行为 或者这个计划 是拣选 那与之相反 上帝也预定一些人灭亡 听起来很恐怖 神学上被称为仪器 也就是说 上帝计划当中 这些人堕落的人类里面 一部分他 神定下来 一部分人是他施恩的对象 拣选了他们 让他成为是自己恩约的百姓 让他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恩典 让他成为罪得赦免 靠着基督 然后与神和好 与自己和好 然后成为神儿子的身份 将来承受永恒的产业 那另一部分的人呢 以下的人就任凭他们 在自己的罪中灭亡 所以一弃他们 不施恩给 不赐福给他们 所以这叫做双重预定论 既预定了一部分人得救 也预定了一些人灭亡 这个是往往是我们最难理解的 这位良善的神 如何命定一些人去灭亡呢 好像看似矛盾 好像看似矛盾 前提是这些人 上帝的计划当中 已经预先考虑到他们将来的堕落 在堕落的状态当中 都是该死该灭亡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那个葡萄园的比喻 大家都是无业游民 都在接班站着 没事干 葡萄园的主人去找工人 就给他们就业的机会嘛 发现下午了还有人在那闲站就诧异 为什么你们天天站着没事干呢 没有人顾我 好吧去园子里去打工 我该给你给你 结果干了一个小时就给他其他人一样的钱 从早到晚那是奖定的 一天就一千银子 那只干一个小时的也给了他一千银子 这就是恩典 所以他对那个抱怨的人说 我该给你的给你了 给他是我乐意的 我的东西我说的算 这就是恩典嘛 上帝自由的照着他所喜悦的施恩给 那个只干了一个小时 他是不配得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是无业游民 施恩给他工作的机会 这本身就是拣选 蒙怜悯的对象 但是没工作 那是他咎由自取 他灭亡的状态 所以给他不给他机会 这是主人的意志决定 所以给他工作的机会 我们称为这是神的怜悯 然后进入到工作里面的人 是被拣选的对象 不被拣选的 那就是任凭的 在那宣展 所以大概要理解这样的双重预定 大体上 随着以后反对派的 不但有反对的意见 加尔文牧师在反驳他们的同时 可能会更加清楚预定的教理 特别是预知和预定在谈论的时候 预知和预定的差异 预定到底是根据什么的时候 更进一步的阐述一些问题 在今天的课程后面部分 也会谈到预定的三重益处的时候 也会谈到更加深的多维度的去理解 预定的教理 预定是这样 出于上帝的主权 出于他自己美好的旨意 在永恒当中的预定 他的预定里面包括 我们说双重预定 预定一些人蒙恩得救 一些人是任凭他们灭亡 预定人得永生 预定人灭亡 所以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 那么这样的预定的教理 带给我们怎么样的益处呢 加尔文牧师在这里面谈到了三种益处 三重益处 第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怜悯 第二个就是可以让上帝得荣耀 透过这个时间归荣耀给神 使神得荣耀 第三就是使人能够拥有真正的谦卑 我们一来看 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认识神的怜悯 认识真正明白预定论的话 所以我大家都习惯说预定论 所以我尽量克制自己 但是还不注意就溜达出来了 尽量不要用预定论 因为我们不是在讲预定论 我们是在讲圣经里面的预定的教理 圣经这么教导的干嘛要加论 论是人的理论 人想的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谈到的时候 我们说预定的教理 因为圣经这么教导的 虽然我们在总结圣经 可能跟圣经之间多少有出入 我们不敢保证百分之百一致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圣经这么教导 我们这么学的 所以我们相信预定 教理 因为圣经这么教导 我们不是相信预定论 我们相信 不是相信计划论 不是相信什么日心说 什么地心说 说和论 都是人的想法嘛 人的观念 人的立场 我们不是相信人的观念 立场 我们是相信圣经教导的 预定的教理 所以要大家注意 很多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在表述的时候 有关键的词 是很荒谬的错误 我相信三位一体论 三一论 你相信三一论干嘛 你要相信三一上帝 关于三一上帝的三一的教理 你不能相信三位一体论 你就像你相信这个论 那个论一样 那只不过是人的不同的观点 当然人的观点 可能与圣经真理一致 但是重要的这种表述 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信仰的不是论 我们信仰的是教理 圣经教导的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相信预定的三重益处 当我们了解预定这个教理的时候 预定这个真理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 就是会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怜悯 因为预定这个神的作为 里面充满了神的怜悯 除非我们先了解神永恒的拣选 否则我们就无法像我们应该确信的那样 确信我们的救恩是出于上帝 白白的恩典 注意白白的恩典 这里面是救恩 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怜悯 白白的就是没有任何代价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代价 我们没有任何功劳 我们没付上任何代价 是免费给我们的 无偿给我们的 上帝的怜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功劳 所以上帝才 我们才配谋上的怜悯 不是这个 我们完全不配 上帝对待那些背叛他的人 违背安息日子要打死 不叫咒骂父母的要打死 打死不是残忍 打死是公义 照着他所行的恶 应该承受的罪的刑罚 按照神的公义 圣洁的属性 致死他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死囚犯 却给他机会 使他的罪得到赦免 使他能够有别人支付 他罪应该承受的代价 所以这个公义得到了满足 因为他犯的罪应该受刑罚 结果别人替他了 那对于那个蒙受这样的恩典 是白白的 本来应该自己承受的罪的刑罚 当受的刑罚 但是他却白白的得到释放 这个不是不公义 因为他要承担的代价 已经有人替他了 所以对他来说是白白的 蒙受了赦免的这个恩典 所以他是白白的 没有任何功劳的 没有任何资格的 免费的 不付任何代价的 他自己不付任何代价 承受了这样的神的怜悯 所以神的怜悯不是基于我们里面有什么功劳 我们行为啊 美德这样的功劳 乃是基于他自己定义 施恩怜悯我们 白白的 神拣选 以此对比 神的拣选 以此对比 阐明了他的恩典 什么样的对比呢 来表明 来显明了他的恩典呢 就是神并没有将救恩盼望赐给所有的人 而是只赐给一些人 不赐给其他人 这两种人对比啊 为什么神施恩给他 不施恩给他 对比出来 神的恩典 我乐意施恩给谁 就施恩给谁 我愿意给他一千 这是我的东西 我愿意给他 这是我乐意的 我愿意的 我愿意怜悯他 可怜他 他不配 但是我愿意赐给他 所以这个赐给他 不是因为对方本身内在有什么功劳 而是因为赐恩的主 内在 他的怜悯之心 他的爱心 他的决定 他的意志 他的美意 所以 然后赐给他的这个恩典呢 赐给他的这个恩惠呢 包括怜悯他这种动作呢 是赐恩的主 不要求对方付任何代价 免费给予的 所以是白白的怜悯 完全不在乎对对方 这个承受怜悯的人 他自己有什么功劳 被施舍的乞丐 被救助的这个流浪者 贪子 他有什么功劳 可以值得配得别人的救助和帮助 施舍呢 没有 完全是在于施欲者的怜悯 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怜悯也是如此啊 本身我们不值得 就算上帝爱我们 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 那也不是我们的功劳 那是上帝自己的作为 上帝照着他的形象 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我们所行的恶来说 我们应该承受 这个18层也好 36层也好 108层也好 地狱 千千万万的被的这种痛苦 这是我们应当受的 救恩对我们来说是不配的 也是无分的 但是上帝施恩 愿意拯救我们 就像圣经里面所启示的 赦免了我们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按当时的计算的话 这个奴隶工资 就干一辈子打工 不吃不喝 也是没有办法还清一千万银子 他虽然说 我便买一切必然偿还 这个才是他的态度的问题 实际上主人知道 他根本没有能力偿还 所以后来就免去了他的债 所以这个就是恩典 恩典 白白的怜悯 然后上帝施恩给这个人 对于这个人来时 竟然惊讶 我竟然获得了这样莫大的恩典 不配得的恩典 然后另一个人 上帝没有施恩给他 施恩给谁与否 是上帝自己的心意 自己决定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按照公平这两伙人 施恩的和不施恩的 都一同要灭亡 按着神的公义和公平来换的 但是神的东西 愿给谁不给谁 这是神的意志 所以你不能说给他了一个鸡蛋 你也应该给我 我没有那权利要求 所以要公平 没有什么公平 这个世界也没有公平 在神的面前 我们也没有资格要求公平 上帝按照他的智慧 他的判断去做事 岂要满足我们所谓的 那个什么共产主义啊 其实共产主义也不会 人每人都发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每一家发一个月饼 一人发一个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现实当中这种公平实际不存在 但是我们却用自己捏造出来 那种公平的虚妄的概念 向上帝不配提出公平的上帝 然后提出我们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我们就责怪上帝 好像不公平 为什么拣选他 不拣选我 等等 没有理由 照着你应得的下地狱 刑法 这是你应得的份 愿意施恩给他 那是上帝的事情 上帝施恩给A 不施恩给B 那是上帝的自由 上帝的恩典 愿意给谁给谁 一点不过分 不给你也是 没有什么冤枉的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特别是中国人 长期受到 人的本性也是自私的 然后而且是自爱的 当我 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 好像我自己 好像有什么资格 或者是对方 可能对我有什么企图 所以他这么对我好 我们都被洗脑了 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什么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们就被骗 然后结果把对方的这个 无私的爱和恩典 当成了自己骄傲的资本 我肯定有什么东西 值得对方这样 所以对方这样 对我 所以就陷入到一种自怜 一种自恋错觉当中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没有一个是我们配得的 我们人类社会当中也一样 也没有所谓的应该 你就应该这样 妻子就应该这样 丈夫就应该这样 没有 没有 仔细想想真的没有 妈妈就应该这样 妈妈欠你的吗 就应该这样 没有 没有什么 人对我的任何恩慈 善行都是一种赏赐 不是因为我配得 所以大家一定要 扭转自己的思想 要不然大家就成为 一种非常可怜的一种精神状态 每天活在一种自恋当中 一种错觉当中 然后不知道感恩 这是很恐怖的 你如果以这种精神状态 继续生活的话 现在大家可能30岁20岁40岁也好 哪怕剩10天 早一天觉悟了 你早幸福 你早知道感恩 你才能正确地看待事情 你才能正确地处理人间关系 不然的话 总陷入到一种自恋当中 没有什么可以配得的 我们活在这一地上 没有一个是我配得的 一切都是赏赐 美好的空气 阳光雨露 下雨被交的像落汤鸡也是 这也是一种赏赐 因为雨本身是一种赏赐 对于我来说 打湿的衣服很冷很辛苦 但是雨本身是赏赐 没有雨的话 人活着是非常痛苦的 正因为有雷电 蜜云蓝天白云 有春夏秋冬 人生才变得这么丰富多彩 正因为有什么喜怒哀乐 我们人生才有这个丰富的人生 我们懂得在顺境当中感恩 在顺境当中欢乐 在逆境当中学习忍耐坚忍 甚至我们在患难当中也能够学会了以后 也能体恤那些遭遇患难的人等等 如果人生当中都是一马平穿的话 那个人生是没有意思的 没趣的 不是丰富的 非常单调的 就像搞音乐的 刘泽也好 恩次也好 唱歌对不对 那个旋律你发现的五线谱里面 都整齐的排在一个线上 是吧 那个音长 那个音高 都是一样的 那样的单调的呢 不能成为音乐 只是一种噪音啊 不能成为音乐 它总有长短高低 是吧 轻重 这样的话 有一定的特定的规律的时候 它里面就有意思 或者是欢快的 或者是低沉的 或者是怎么激昂的 或者是抑郁的 这种音乐就可以表达人的心情 表达人的精神世界 然后对方听懂了你的音乐 可以达成这种意识的交流等等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我们人也不是都是嘴 眼睛 这种多元的东西 丰富的 教会一样 会议也一样 都是有不同的这种差异性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赏赐 早一天明白 早一天会幸福啊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就常常被恩典充满 学会感恩啊 传道书和真言书里面说 马皇的女儿天天说给呀给呀 地狱都活也常常说不足不足 为什么 活你往里丢多少 烧得一干二净 没有知足 然后马皇也是吸了血 总吸 吸完了就像那个鸭子一样 吃完了马上就排掉 他吃完了消化嘛 他总是不断地吃不断地吃 所以形容 用这种两种现象形容人的贪婪 但是知足的人什么 知足的人是发现已经拥有的恩典的时候 他就开始产生一种恩 所以上帝施给我们的 不管是救恩 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 特别这里面讲到预定的时候 上帝他决定拯救我们 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怜悯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上帝自己 他乐意 他喜悦 他定义 他白白地 愿意恩待怜悯我们 所以借着他恩待我们 却没有恩待某些人 就显出了我们是何等的人 同样的罪人 为什么是我 同样是罪人 该灭亡的 为什么是我 你要是真的知道 我们是悲惨的罪人 当你听到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宣布我们 最多赦免这个福音 好消息的时候 你就会感激 你就知道我蒙了何等大的 那个苦苦折磨我的罪的重担 那个恐吓我的死亡之后的地狱的审判 总是在回绕着 折磨着我的精神世界 使我无法喘息 这样的一个重担 因着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救恩 结果白白地 我们没有做任何努力 只是借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阿们 求主施恩 连面赦免我们这种真诚的 在圣灵感召下 认识耶稣 信靠耶稣 悔改 但那一瞬间上帝就把我们过去的所有的罪债 都在基督里消除了 好像我们什么有没有犯过错一样 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 称我们为义 我们就有份于上帝的救恩 这个都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怜悯 所以他是白白给我们的 虽然这个白白背后有基督的代数 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无限的价值 所以我们承受了这个无限的恩恋 所以你也不能控告上帝不公义 为什么无缘无故把这些罪人就说成无罪了呢 因为有人已经解决 上帝公义已经在基督里解决了 所以这个结果是我们无罪释放 所以这个白白的怜悯 在神简选的教理里面 不但如此 当我们真正明白预定的教理的时候 其实自然而然归荣耀给神 与归荣耀给神的相反的概念就是 骄傲的以为我们配得 是我长得帅 是我良心好 你看我至少不像谁谁谁 饿 法雷塞人和碎利 主啊 你看我一天几十三次 我十分之一 芹菜十根也挑出一根 我怎么怎么地 不像那个碎利 又贪心 又奸淫 又行乱 等等 可能某种方面 法雷塞人是 可能 可能哈 仅仅是可能 可能做的比碎利要强 但是 这种在神的面前邀功 的人犯了个错误 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没有资格 也不能邀功 也不可能邀功 当你一旦邀功的时候 就要求神按照公义带我 我们面对神的公义 我们那点善行 我们那点义 都像破烂的衣服 乞丐的那个烂衣服 脏兮兮的臭红红的 甚至长满了各种跳蚤 一股湿臭 这个腥臭味 像脏麻布一样 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 他的两眼冒火 他洞察一切 明察秋毫 他是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圣洁 在他的标准里面 我们这些 可怜巴巴的这个善 我们以为的善 是没有办法 在他的面前 被看为善的 不及格 远远不及格 所以当一个人邀功的时候 其实就在抢夺神的荣耀 为什么 把上帝白白施给他的恩典 当成自己赚来的东西 以为自己配得 这个结合上面前面一样 当我们把上帝的恩赐 当成自己的配得的时候 其实就在辱墨神 轻视了神的怜悯 恩典 也不可能真正归荣耀个神 当我们发现里面 自己里面没有可夸口和称赞的时候 我却蒙受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尊荣神 神呢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何以配得这样的恩典呢 地狱本来是我的去除 我本来就像地狱一根柴 将来就是贡献地狱的去 让地狱的火燃烧得更旺盛一些 我这是开玩笑 不是严谨的教义的描述地狱的光景 本来我们是地狱的分 地狱是我们的分 我们去地狱这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任何抱怨 为什么让我下地狱 我们最有应得 下地狱这是正常的 公义的 对不对 我们不下地狱才不正常的 这是神的恩典的干预 施恩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至于去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这恩典嘛 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经过红海 误睹了在红海里被淹没的 埃及的军兵官长 战车马兵的时候 那个本来应该是他们 但是他们战车马兵 却替他们死了 他们在海边 才感受到了上帝所实行的 那个大救恩 在埃及兴师在 在红海边 他们紧止不住地发出感慨 去称颂神 这是一个蒙恩人 应该有的反应 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 一节到三节说 我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才是正常的 这才是合意的 这是才合理的 应该的 基督徒蒙了恩 不过基督徒的生活 不活出与基督徒身份相称的生活 这个是不正常啊 那我们就成为忘恩负义的人 我们已经蒙了这样的恩典 但是我们却不感恩 没有过尊荣神的生活 上帝开我们的眼睛 透过圣经我们认识了神 是造主 救世主 统治者 我们所有享受的一切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神的恩赐 我们自己本身是上帝 不需要存在的 他却造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从非存有到了存有 甚至让我们享受这种尊贵的定位 与他相交 上帝不需要我们 但是他却让我们享受与他相交 这个本身就是恩典嘛 恩赐 恩赐的名字很好 恩赐 上帝白白的赏赐 我们礼当为他而活 照着他配受的尊荣去尊荣他 照着他配受的感谢感谢他 照着他配受的敬拜去敬拜他 去归荣耀给他 该给他的尊荣和价值 照着他所示的去代他 这就是归荣耀给神 透过认识预定的教理 让我们变得更懂得去侍奉神 敬拜神 不是在那里通谈预定的教理 是深深地被他感动 去在我们的具体生活当中 去体现出我们是真正相信 圣经里所启示的预定教理的人 天天拿着预定教理去打仗 那个不是懂预定教理啊 实实在在过出荣耀神的生活 感恩的生活 这个才是真正明白预定教理的生活 预定教理不是让我们拿去打嘴架 打嘴炮在群里面吵架 去炫耀比别人知道的更多深爱的道理 而是具体的两个腿 一二一迈开正确的步伐 扎实的每一步 举手投足之间 言谈举止之间 表现出一个真正明白预定恩典的 教理的人应该归荣耀给神 合当的相称的生活才是 对此教理无知大大的 极大的减损了神的荣耀 其实这里面可以省略很多 然而保罗可以包含很多 然而保罗告诉我们 虽然人需要知道这个教理 但除非神完全在人行为之外 拣选人 否则人就不明白 如果你觉得神拣选我是因为我什么 那你就大错特错 完全搞错了 你还分不清这个现在状况是怎么回事 当一个人明白了拣选 是根本原因不在我里面 跟我的行为没关系 如果说行为是因为我是灭亡的行为 我的行为应该是灭亡 但是神乐意诗人给我们 所以这个行为本身就不是我们的功劳 跟我们行为无关的 在我们行为之外的 所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 你就能够明白 我们应该荣耀神 尊重神 明白了这个教理才能尊重神 不明白这个教理不可能去尊重神 嘴皮子上表面上 感谢主 哈利路亚赞美神 不明白的话 实际上打骨子里面 不可能真正的去感谢神 一般天然人的层面的话 谁都会 特别是关于一般恩宠的那种赏赐 一般人也知道 饮水思源 邻居之间互相馈颂礼物 帮个忙 邻居也知道感谢 不一定信主就知道感恩 这是一般领域 普遍恩典领域 是个人 有人性的都懂得感恩 但是基督徒的感恩和他们更近一度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意识到知道神的存在 比起那个一般领域都知道 礼尚往来感恩的生活的更超越的是 我所蒙受的救恩 最根本终其的在我里面没有任何根据 没有可夸口的 完全是出于那个使恩的主 他的美意 他的意志 他的怜悯 所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 只能称颂他 感激他 感谢他 尊荣他 何等的重要 我们真正的敬拜 也是先认识 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什么样的恩典 不然的话 我们的敬拜一定 缺少根基 也缺少动力 更缺少目标 所以认识真理何等的重要 认识真理不一定 我们百分之百认识了真理 百分之百完全活出来 除了耶稣以外 地上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百分之百照着我所指导去活了 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真的活出这样 所以我们努力竭力地去 存着感恩的心去 竭力地行神 所写的事情 靠着主的恩典 不能懈怠 对不对 但是完全不明白的话 你就不知道你该尽的本分 你应该走向哪里 什么是我该做的 什么不该做 就完全陶醉在 自以为对的里面 最可怕的基督徒 就是不热心听道 不热心学习神的话 然后陶醉在自以为是的爱神的里面 那种自我感觉良好里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学习神的话 学习神的话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甘美 明白了一些东西很喜乐 但是有的时候 这种神的话咽下去的时候 好像是很甘甜 但是咽到肚子里会痛苦 为什么 真正实践神的话要付出我们的代价 我们因着神的话 可能要经历很多的试炼 困苦 甚至被人去决 受经济的损失 我们可能要克服肉体的这种舒适和私欲 原本喜欢的东西 可能都要被挣扎 要求放弃的这种情况 所以领受神的话 人伴随着什么呢 喜乐 明白神的话欢喜 同时又带来着痛苦 为什么 你要付代价 神的话 只不是像音乐 是听着听着 只是抚慰我们的心灵 神的话要求的是顺从 反应 听我的话 去行动 所以任何听了神的话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听了就照着原样 站在那里不动的 每一个听了神的话都要求神 要求顺从 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 基督徒就是这样 因为认识神 晓得亚当的背叛和堕落人类最大的失败 就是远离神不顺从神 那基督徒是借着基督的恩典 从堕落开始上行 重新回复 这个完全顺从神 过一个与神同行 以马内利的生活 竭力的去顺从神的旨意 即便我们在地上可能达不到那种完美 完全 但是竭力的尽心 尽力的去爱神 竭力的照着我们所知的去 去侍奉神 这种态度是很重要的 这种追求是很重要的 所以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承载神的话 教导神的话 领受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同时教会也是向世界宣扬神的话 神的话是整个基督教的本质 因为三一上帝看不见摸不着 我们唯有透过祂的话认识祂 明白的心意 借着顺从祂的话与祂相交 借着顺从祂的话来侍奉祂 离开神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是 什么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好好的学习神的话 知道活不出来 要强于无知 无知最恐怖的就是无知 无知者胆大 很多无知自以为淳朴的 却害死很多人闯很多的祸 我原来是铁路的 我负责的是电路方面 在车站里面有很多的设备 很多不懂电路 随便去按那个钮 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火车一旦进站了 如果变道变错的话 会发生交通事故 铁路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升级 最古老的是人工去搬那个道叉 看这个火车来了 要一道停车 那前面那个车站要指示他们 用什么灯或者是旗子 告诉的信号 然后那信号 现场那个员就用手动 把那个道叉搬过来 变轨 然后火车就进入到 预计要进入的车道 第二个阶段是电动的 所谓的电器 那个计电器操动按钮操纵 计电器通电 然后给那个发动机 电动机通电了以后 它就自动的搬动那个道叉操控 电气化的时候 已经形成了那种安全保护装置 当一个火车已经停在第一线的时候 它这个火车轨上都是有电路的 所以就在整个电图上 这个电图设计的时候 有一种安全保护的系统 我不讲太专业的 转太专业的可能也听不懂 总之它有那个电路战线的时候 你再按开放那个路线 让别的火车进不来 你怎么按 它都按不下去 或者是操纵不了那个 倒叉可以碎 这叫做安全保护系统 那现在是更高级的 完全是网络的 虚拟世界 发展到第三阶段 设好程序等等 就自动的啊 有的是偶尔也人工干预出现特殊事故的时候 所以每一个系统都有保护系统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每一个岗位里面虽然有保护系统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注意我的岗位有一些行为规范 仅止操作的行为 操作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确认其他的动作 这个状态什么 确认 有那个操作流程 就像我们看到那些核实验发射导弹等等 每一个环节都有很严谨的操作手册 驾驶员 是吧 那些航空公司的那些机长们 操作 发现一个警报的时候 他有他那个审查故障的那个程序 第一第二要查 每个程序来捋没问题了第三第四第四 一直到排查能顾着 所以每一个位置都有他特定的位置 要正确的反应 我们作为被造的人 特别是蒙恩的罪人 当我们要想侍奉神 你又逃避不了侍奉神 没有人能逃避侍奉神 对不对 你说我不做基督徒 我就做非基督徒 那无所谓 咎由自取 要下地狱 对不对 你管不了那么多 但你要做了基督徒 你要总要面对去侍奉神吧 你也不可能 我说做个基督徒 我就在教会里混 对不对 真正蒙恩的人里面有种子 他总有一种想信好 想追求真理 想侍奉神 只有这样的时候 他有喜乐 有满足 不顺踪神的时候 莫名其妙 吃得也好 不缺钱 不愁什么 就是没有开心 为什么 他活得扭吧 他本来这种存在 就应该侍奉神 敬拜神 他不 他自己主管自己的人生的话 他一定不开心 即便是快乐 但是他肯定没有喜乐 这种快乐 可以用暂时的物质消费 吃 旅游 暂时可以带来刺激 可以暂时的开心 但是真正享受持久的喜乐 除非他正常的去侍奉神 所以一个人蒙恩 去礼拜神 归荣耀给神 这是正常的 一个人既不学习真理 不明白真理 又不归荣耀给神 我们就要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 长期观察 这个种子总不发芽 虽然有的种子是坚果 我们种下之前要用水泡 或者甚至要敲开它的壳 要预备 然后栽里面 甚至有的东西 预完苗才能种下去 不同的植物特征不一样 但是即便在坚硬的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总要发芽 因为它们里面有生命 适当的环境里面 它总要发芽 与它内在的生命表现出来 它有那种倾向性 向日葵有趋光性 植物的根有趋水性 人有趋向神性 敬拜这种宗教的特性 是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 就内置在里面的一种 本性的属性 要么拜真神 要么就拜各种神之外的假神 包括自己 或者物质主义 或者是某种精神的 所以弟兄姊妹荣耀神 当我们真正明白 预定教理的时候 就让我们理所当然的 去感谢神 去归荣耀给神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即使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所以不是人的功劳 不是人行为好 神才救我们 是我们不配 然后神乐意生给我们 因此这就是恩典 白白的 我们不配得的 不需要付代价的 赐予给我们 这就是恩典 完全基于赐恩的主 不是基于我们 有什么资格和功劳 就完全出于神的怜悯 神出于自己的美意 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他乐意拯救施恩 给那些他所喜悦 他所决定要施恩的对象 而这是 这并不是他欠人的债 根本不欠人 他不需要人 上帝好像缺少什么 造个人来吧 太孤独太寂寞了 上帝就有点这个皮 东北话有点皮子痒痒 我希望这个说 这个话并没有不尽的意思 好像故意找事干一样 造个人 自己找麻烦吗 对不对 不是的 他不欠我们 非要造我们 必须要造我们 照着他自己所喜悦的 他不施恩给我们 他也不会因此受辱 为什么 他不欠我们的 按照公义公平 最恰当对待我们 就是审判我们 但是他却没有这样 愿意以恩慈代我们 不是在乎我们 不是因为他内在 有一种规律 要求他不得不 这么做 完全出于他自己喜悦的旨意 他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我们当高僧送养 送养神 也去教导这个教理 第三 这个预定的教理 使人能够真正的谦卑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教导里面 已经渗透了这样的内容 那些故意不给别人机会 听着教理的人 不但是得罪神 也是得罪人 我不讲 圣经里教导了 我不讲 故意不讲 让人不知道 这不但是得罪神 为什么 上帝让我们去宣扬 凡我所教导你们的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圣经所教导的 我们都要教导 为什么不教导 不教导的是 就等于不忠心 不诚实 不顺从 得罪神 这么尊荣神的 反映出救赎之恩典 浩大的这个样的 伟大的教理 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 我们去不教导的话 这就是在得罪神 也是得罪人 为什么 认识这个教理 是对于那个人 是极大的祝福 想到自己的 后面会讲 救恩的那种确据 把握 如果是我们学第二卷的时候 基督徒的生活 成圣里面 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不安定 批判天主教 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 持守到底 得救到底的那种概念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救恩在于我们自己 我们天天会在恐惧和不安里面 为什么 我们是何等的善变 对不对 这个早晨的情绪和 不用说到晚上 中午可能就变了 甚至收到一个信息 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会被激动 我们的情绪平安就会失去 突然发生了 丢了个钱包 现在丢了五万块钱 不是大钱 十万二十万 更不用说了 心疼得不得了 心情就坏了一天 不止一天 甚至两天 我们是常常容易变的 内在也不稳定的 外在也受着很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如果包括我们无能和软弱无知 如果救恩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肯定是常常在不安当中度过 绝对不可能有救恩的把握 为什么 我们是善变软弱 不管是意志上 能力上 情绪上 认知上 我们常常变 如果将救恩的根基放在我们自身里面 永远是一会儿喜怒 一会儿哀乐的 一会儿安全 一会儿不安的 这种永远不能安息的状态 但是救恩不在于我们 乃在于神 所以这个教理告诉我们的话 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确信和安慰 把握 这是对人的祝福 所以不把这个教理教给别人 其实就是在得罪人 是吧 因此 因为除了这个教理之外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谦卑 不仅如此 还有 这个教理让我们谦卑 而且这里面教理说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谦卑 或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 我们有多么的去亏欠神 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在神的面前 上帝的怜悯 单方面的施恩给不配施恩的对象 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我们就像乞丐一样 脏兮兮的 拿这个破波 露透亮的这个波 在乞讨钱财 我们装的再可怜 也没有资格获得别人的怜悯 别人怜悯我们 丢我们五十韩币 一百韩币 还是这个五百韩币 还是一千 五千 还是一万 还是五十万 一百万 完全取决于对方的 内在的 意志 和怜悯 他乐意施恩给我们多少 就施恩多少 所以 领受了多少 都应该谦卑的感恩 不明白预定教理的时候 我们总以为 我们里面有什么 值得上帝发掘 发现的美德 即便有 像加尔牧师说 上帝因 我们里面 他自己的工作 我们是神的形象 所以他乐意 即便我们是形象 一样是他也不必然 他可以不管 为什么 照着我们所行的 刑罚我们是公义 公平合理的 但是他却愿意 施恩给我们 拯救我们 好彰显他的怜悯 所以我们没有可以 夸口和骄傲的 越学预定教理 越发现 我们的旧恩 不在乎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 没有任何可夸口 只能更加谦卑的 归荣耀给神 去送赞神 所以学预定教理 不应该是反应 是骄傲 应该是谦卑才是 奇怪的 很多基督徒 学了预定教理 这个至高气 就特别骄傲 傲慢 常常去拿这个东西 去表现出 骄傲的这种姿态 这个完全跟这个教理 本身应该产生的果效 是相反的 对不对 就像别人 我们在预定教理里面 知道上帝如何 联名了我们 一样 我们曾经不知道 预定教理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所 瞧不起的那个人一样 都是阿密念主义 有什么可夸口的 我们才刚从阿密念主力里面爬出来多久 甚至现在还没完全爬出来 所以没有必要骄傲 因为认识预定教理 然后在群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内心里面产生这种骄傲 是没有必要的 反而让我们谦卑 即便我们中文部 大家可能也没有在网上跟人辩论 但是让我们认识这个教理 会让我们更加深刻的 真谦卑 注意是真谦卑 认识神的恩典了 才能真谦卑 不是表面的 感谢主 都是神的 嘴皮上说说 真的明白是恩典 从内心当中 真的知道 我这种不配的人 蒙受这么一点恩典 都是神对我极大的恩情 我有什么资格蒙恩 被上帝这样待我 上帝给我救恩 上帝借着别人恩待我 借着所有的恩情 其实都是上帝恩情 没有一个是我配的 都应该谦卑的 战精的去向神感恩 向那些上帝使用 施恩给我们的人感恩 向父母 向政府 向教会 牧者 等等 包括我们的教授 那些施恩过给我们的人 都是我们值得感恩的对象 都是上帝 借着他们来施恩给我们 所有的 都我不配得 那有些东西是交易 我买东西 我买了 我花了钱 我买了 那我不必要向老板感谢 对不对 这是生意 交换嘛 那这种程度 不必要感恩老板 到无所谓 但是有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 那你说上大学 这个 我交了学费 我这个 教授拿工资 交也应该的 你要这样讲的话 就麻烦了 你交的学费 特别是留学生 你交的学费 也不是应该交的那份 你要交全额才对 对不对 但是问题 我们还有什么 各种奖学金 打了折的 这就是恩情了吗 不仅是学校 包括所有学校 属学校的那些教育职员 他们对我们的服事 虽然他们有工资 但是都是恩情 因为我们应该支付的代价 没有支付 所以应该感恩才是 对不对 在韩国前一两年 留学生疯狂的在那反对 交这个健康保险 我就发现这帮人 真是纯属精神有病 中国人脑子 蠢那么蠢到这个地步 你现在以为你没病 一个月交五万 你想要贵 已经打折了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保险 为什么韩国政府要求我们强制交 这是保护你 有一天你病了 你连保险都没有用 有些地方是 给你设立保险制度 你为了防止你患病 对不对 一旦患病 那个意图就大 谁敢保证自己不受病 吃乌骨杂粮的 对不对 谁敢保证不出意外事故 一旦出了 就是为了那个特殊时期保护的嘛 所以中国留学生 这个来读大学的 脑子都 都蠢到这个地步 是吧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个学什么东西 这个思维啊 都不是正常的 广看着拿出五万块钱 不知道这五万块钱 要给你关键的时候 解决多少问题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怎么说呢 不知道感恩啊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恩情是什么 理所当然都是 就像动物一样 中国人培养出来的都是动物啊 所有东西都是弱肉强食 我获得是我的能力 我拥有的是我 所以这种动物思考 原本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啊 中国的文化里面 什么阴水思源呢 什么身体发福受制于父母啊 什么老是一日为 一日为是终生什么相报啊 等等 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这都是里面报恩感恩的东西 对不对 恩情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中国人 怎么这个连动物都不如 因为动物甚至这个 什么有些小猫小狗 怎么你带他好 他都知道恩情 对不对 那动物孝敬父母的也有 虽然有些动物 这个上帝给他设计的伦理 就是那样 甚至这个母子之间都有说产生后代 动物的世界有些东西 不一定完全是人类的伦理 对不对 那种动物的本性 上帝可能允许 但是动物里没有美德的地方 看起来美好的东西 对不对 甚至我们看一些电影 包括一些纪事片 那些动物你救助他了以后 他跑了跑了回头那种眼神 好像他懂得感恩一样 他驻足回望你 在那用那种眼神看着你 对不对 所以学习预定教理 应该让我们真实谦卑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不是我是小弟兄 哎呀我不配嘴皮子上 全是玩嘴皮子 真正谦卑是打骨子里面知道 我不配领受神的恩典 这一切都是神 神的怜悯 神的美意 不在乎我 从心里面发自的真诚的感谢 归荣耀给神 不归荣耀神的这种所谓的 我不配我是小弟兄 都是这个假冒为善 真正谦卑的人是照着神所试的去对待他 照着我所真正的本相 我就是个无知的罪人 该死给梦王的罪人 我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是不配的 所以照着神应该受的称赞去归给他 这才照着事实去对待 这叫做谦卑 看自己合乎忠道 这叫谦卑 看得自己合适 照着你所试的去看待自己 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于卑贱的看自己 看得适中恰当正确 这就是真正的谦卑 所以不卑不亢 圣经给我们教导我们做真正谦卑的人 就是既有自信又谦逊 自信不至于狂妄目中无人 谦逊又不至于我啥都不是 我不是男人 明明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我明明能吃一碗米饭 我只能吃半碗 这种伪善 照着自己所试 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 你会五 你也不说五 说三 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这种谦卑文化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看字看合适中 正确的看自己 我真正会的什么 不会的什么 我真实的 什么是我的弊病 什么是我的长处 看得合乎忠道 上帝给我的位置恩赐 我这种人 上帝给我的什么样的恩典 正确看待 照着事实去看待 看得合乎忠道 是吧 不要过大评价 也不要过低评价 所以这是真谦卑 如果不认识预定的教理 我们就不可能有在神的面前 真正的谦卑 因为预定教理里面 已经消除了所有我们自己里面的功能 救恩 我们内在的任何可能性和基础 救恩不在我们里面 根源 哪在乎是我们自身之外 并且知道 如基督所教导的那一般 这也是得救唯一的根基 基督应许 父神所教父 他的看管的一切都必安全 父比外有更大 没有什么 从比父更大 父所托付给我的 就永远保守他们 圣子神和圣父神 两位同时保守 后来又加上圣灵神 住在我们里面 亲自做我们的保慧 是与我们同在 三一上帝在看顾我们 我们是必定安全的 是吧 而这个保障不是因为我们 乃是三一上帝 他们的保障 既然这么保障 那是不是我们就坐优 这个直接这个躺平就可以了 不是啊 圣经里很多的教导 让我们警醒 预备功课起身 对付罪恶 悔改等等 谨行祷告 所以我们就不要 是要我们在许多危险当中 陷阱和威胁 我们性命的征战当中 也不至于惧怕 以至于使我们最终得胜 在特殊的情况下 撒旦的攻击 罪恶的甚至在中国这种处境下 甚至在很多危险处境当中 甚至面对自己的 罪恶的征战的过程当中 能够不灰心绝望 是因为有这样的应许 所以让我们谦卑的 既竭力的去顺服神 回应神的恩典 又谦卑的去投靠 三一上帝的这样的应许的保障 基督 这个得救的唯一的根据是 最根本的是神的预定 没有预定的话 预定里就是包括了 神的救赎计划嘛 然后所有的创造之后 实行的拯救 历史当中的恩约史 都是基于那个救赎计划 所以包括应许我们相信 得救赐圣灵等等 呼召我们等等 这都是基于那个救赎计划 所以预定是我们救恩的基础 属神的确据 我们属于神 这种确据 我们是属神的 为什么 神先拣选了我 让我成为属于他的 在历史当中又招我 让耶稣为我死 拆遣圣灵来呼召我 让我与他联合 与基督联合 归入他的名下 救恩的根基 教会的源头 教会之所以能够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会 根源就是上帝的预定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救赎 没有上帝的这个计划 教会也不可能存在 那关于预定的教理 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 就是过分的好奇 第二种极端 过分的谨慎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极端 就是过分的好奇 人的好奇使预定 这难明白的教理 变得非常混乱 甚至非常危险 好奇心 害死人 我们说好奇 害死猫 害死猴子 害死人也一样 人过度的好奇 好奇心很好 过度 不恰当 不复约束 不节制的好奇 会害死人 不仅让这个教理 变得混沌 混乱 甚至更危险 没有任何约束 和节制的好奇心 使人偏离正路 试图探究神所 禁止的范围 为什么 奥秘 上帝没有说的 没有向我们启示的 我们去探究 许多在其他方面 都很不错的人 却只在这个方面 就是过度好奇心 不节制自己的好奇心 就犯了错 我们有必要反思 他们被要求的本分 范围到哪里 就是说 这些人好奇 他们被要求 这种好奇 应该到哪里止步 哪里是我们可以思考 哪里是越过那线 我们是不可以的 那个范围 我们要思考 这是很重要的 一些不该有的疑问 不该有的思考方式 虽然现代文化当中 教育当中 强调人的这种 独立思考能力 但是有一些胡思乱想 超越我们应该想的范围 在信仰里面是非常危险 甚至被禁止的 上帝创造之前在干嘛 上帝为什么检选他 不检选他 上帝为什么 在伊甸园里造了一个善恶果树 上帝为什么不拦阻亚当夏娃犯罪 哪那么多为什么 难道上帝要意义向你交账吗 就有些东西 就是好奇可以 但有些东西不可以问的 为什么 你说独断真心 为什么不能问 有问题不能问吗 需要有一点敬畏 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就虚心学 没有告诉我们的 那就是我们不必要知道 甚至也是对我们有意的 知道了对我们没意 首先呢 我们应当铭记 初一号七星询问官预定的事 就是擅闯智慧的制圣所 擅闯制圣所什么意思 制圣所是大祭司一年 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去 普通的祭司进不去 老百姓 一般百姓更靠不上边 连圣所都没法进 历维人平时都没有办法进圣所 七思在圣所里面 处理什么 陈设柄 香炉啊 这个祭坛啊等等 灯台啊等等 大祭司才能进入制圣所 一般的历维人在会幕外面 处理一些 这个献祭的事物 处理事物啊 祭物啊等等 杂物等等 百姓呢 是可以进到院子里 甚至在院外 制圣所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 进去就被击杀 因为冒犯神的圣经啊 所以擅闯神智慧的制圣所 这是一种比喻啊 类比 上帝的智慧 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他拣选谁 不拣选谁 定了救赎的计划 我们去抠根 挖底的去询问 让上帝要解释给我们明白 第一 解释给你也不明白 所以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第二 当我们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冒犯神啊 甚至去质疑 上帝为什么这样 好像我们比上帝更智慧啊 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神禁止我们毫无节制的询问 神说喜悦 隐藏在自己里面的事 上帝在想什么 为什么上帝这样做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上帝你要给我解释解释 你做事的动静 上帝有义务给你解释什么 只是上帝内心的事情 上帝启示了 感谢主让我明白 上帝不支声 我们也没有权利去了解 没有资格去询问 当我们去尝试去窥视的时候 这就等于借阅啊 擅闯神不喜悦 我们进入的领域 他要我们敬畏他的智慧 比起上帝你来给我解释 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 比起那样 上帝更喜欢我们 对他的智慧保持 他的智慧保持 上帝这样做 有他的理由 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很多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行为 尽都公义 尽都诚实 没有不义 上帝竟然做了 他就是善 他做的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一定非要向我们解释 所以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 为什么敬畏 他是神吗 他既然这样做了 他肯定对 他有他的智慧的考虑 他的智慧肯定比我要高 我不能以我那种 别角的智慧 去判断他 论断他 要揪着上帝 非得跟我说明 否则我就过不去 我们不是那样的存在 我们没有那个资格和权利 所以敬畏 虽然上帝做了 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 这是神的智慧 他做的都对 他尽头诚实 我不明白是我的事 我的局限 我的愚昧 上帝没有启示 保留了这部分奥秘 我就保持敬畏 这是最好的敬拜 也是最安全 对我们也是最有益的 神不喜悦我们 降旧 他不打算启示我们的 有很多的事情 上帝都没说 为什么撒旦会堕落 为什么造的亚当是良善的 为什么良善的人会产生恶念 我们也知道 外在的勾引 不是必然犯罪的原因 但是亚当这种良善 圣洁的存在 上帝造的一切都好的吗 这种纯洁的里面 会产生背叛这种 虽然我们奥古斯丁 把它归绝于意志的滥用 但是即便是意志的滥用 解释了这种背叛的行为 但是这种背叛里面 最初产生恶念 绝对不是撒旦 给我注入了一个恶念而已 那我里面决定产生恶 这种恶倾向 这种恶的意念 本身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奥秘 没有办法 连奥古斯丁都无法解释 很多的神经学家都无法解释 为什么预定他 不预定他 上帝没有义务 那是上帝的智慧 我们应该接受阿们就好了 哈利利亚 你是佩德称颂的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智慧的 这是最智慧的判断 上帝不喜悦 我们想救 他不打算的 为什么上帝让我受苦 很多的事情背后原因 我不知道 圣经里虽然说什么 神喜悦他 不喜悦他百姓受苦 但是他允许受苦 背后有他的用心良苦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者义处 究竟什么义处 不知道 可能我们知道约伯 受过试炼 这样的等等 我们也知道 圣徒的义人被殉道 等等 神的儿女们必然要受苦 为义受苦 受苦最终要带来好多的义处 什么个人的成圣 神的荣耀等等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透过圣经那些原理 有一些知道 有一些不知道 特别是一定的事情 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的部分 我们就不要去追究 所以他要我们在此相信他是奥秘 这就是基督教的奥秘观 启示了福音的奥秘 原本隐藏的福音 那个隐藏不是说没有像列祖显明的 那个时候是懵懵懂懂的 灰暗的 微弱的光 现在已经完全显明了 明如正午的烈日 很清晰了 四面光照 所以显明了福音的奥秘 但是即便如此 上帝显明了一部分 仍然有绝大部分我们不晓得的 所以基督教里面上帝启示的 我们知道 不启示的就是奥秘 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 不可知论者可能某种谦卑的 承认人的认知能力有限 我们无法知道 好像很谦卑 但是就等于我不知道 拒绝去求知 但上帝已经启示了 你为什么不知道 上帝启示了我们就可以知道 但是问题上帝没有全部启示 有些东西跟我们讲了 有些东西他们留下没有解释 所以仍然保留着未知的领域 我们就满足于已知的 对未知的保持敬畏 保持相信 相信上帝 他那里有答案 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也是真正的谦卑 神已经在他的话语当中启示 他喜悦我们明白 关于他每一道名 圣经里面教导了预定 也教导了很多关于预定的 这个他隐藏的旨意的显明出来 他喜悦我们知道的 他就启示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满足于 他喜悦让我们知道的 他决定下我们启示的这些 只与我们有关 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他启示的都是那些 与我们有关的 真尖上能够占几个天使 跟我们没什么直接有关系 那种 那种毫无意义的主题 上帝不会告诉我们 对我们没有益处的 没有价值的 他不会提 凡是跟我说的 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有意义的 与我们有关的 绝对我们需要知道 地狱到底几层 左腿右腿 操那个心有什么用 总之是有地狱 恶人审判的地方 审判的地方 不信的人都要到那里 魔鬼和他的使者 追随者都要去那里 你不好好信 你不真实信 假信 但最终那个去除 那是永远的痛苦 不论他说的 虫子火黑暗 恐惧不死 痛苦永远 那只不过是 有限的言语去描述 那种可怕 神完全的愤怒 完全倾倒在 那些神的仇敌身上 照着他们所示的 他们所应该承受的 去侵怒在他们身上 没有丝毫的怜悯的地方 与神的恩慈 完全隔绝的地方 那是不可想象的地方 你用再夸张的说法 也不及地狱真正的恐怖 天国再夸张 也不及天国真实的美好 就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向我们启示 太具体太清楚 但是他却本质性的告诉我们 天国是神同战的地方 是完全美好 完全的地方 地狱是完全没有神同战和连绵 黑暗和完全永恒痛苦的地方 那足够了呗 什么样的人去天国 什么样下地狱已经告诉清楚了 至于地狱到底具体 在哪什么左腿右腿 这个几层 好奇呢 你就下去看看 然后也不用出来了 上帝启示的都是恰到好处 对我们有益的 没有益的就不要去探究 总有一些什么喜欢做梦的人 梦见什么被神带到天堂 第几层 地狱底几层 然后非得出来胡周八雷 讲一些圣经都不愿讲的那些鬼话 然后有一些无知的人就花多少钱去买那些书 牧师也曾经无知过 但是没有书可读嘛 复制那个所谓的地狱的这个天堂与地狱的启示 小册子 翻译的 美国的某某什么灵魂派的做了梦什么 带蒙神启示恩典 带他到地狱里转了转 然后说了很多造就人好话 但是发现序论里面 序言里面就说了很多 胡周八雷已经违背圣经的话 说到那个地狱里面人开始吊渣 请注意现在是中间起 圣徒死了 或者说罪人死了 即便下地狱 它是不带着身体的 不带着身体 你去看了那个灵魂什么眼睛身上吊渣 既然吊渣就是物质性的 既然吊渣 它的身体一定是有一定限量的质量的 吊了一块渣 它吊一段时间可能就吊没了 这个人就尸体就没了 对不对 哪有啊 圣经里面启示的 在地狱里面 现在的人不具有身体吗 所以死后复活 罪人复活的时候 地狱里的这个 暂时在这个中间期的灵魂出来 和肉体结合 复活的身体结合 最终经过审判之后 永远在地狱的火里 永恒的流氓火力 最终审判都不朽的 复活的身体 信的人承受永生 不信的人承受永行 都要复活 但是结局和状态不一样 那个不会烧来烧去 眼上就掉渣或掉 那掉来掉去 这个人身体就没了 对不对 所有那些鬼话 迷惑那些无知善良的 不满足于圣经启示的 好奇的那些 愚蠢的基督徒 好像很热心 到处奔跑 不愿意扎扎实实 在圣经里面学习 然后到处去追求那些 圣经没有说的知识 教会的牧羊好好不学 然后到处去参加什么 这个修炼会 那个撕塌 那个撕塌的 好像教会的恩典不够你用 似的 这种愚蠢的人 堵着耳朵不听神的话人 他们去跑到天堂上 他们都得不到恩典 你仔细琢磨这个话 不是咒诅他们 这种人就不具有蒙恩的状态 好像很追求 其实他们不是追求别的 他们如果真正追求神的话 在上帝给预备的牧者 教会的充足的教导里面 其实他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牧羊 贪心不足 去追求别的东西 到处好像表现出一种热心 好像教会里面有恩典 到处去找 你仔细看 在国内一样 牧会这么多年 二十几年 观察了很多信徒 那种脾气太透了 一瞅就可以瞅出来 不需要这个推逻辑 因为这个教会里面 已经重复这样的事情很多 所以弟兄姊妹 真的我们需要 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 上帝已经显明的 已经赐的恩典不珍惜 然后到处去追求 上帝没有赐给我们的真理 上帝没有给我们的恩典 这不愚蠢吗 对不对 所以那种热心都是假的 里面充满了自私贪婪和骄傲 自以为是 所以加尔文就 引证了奥古斯丁的话 他说既然已经走上了信心道路 既然已经走上信了 已经信了主 已经信了这个福音 为什么不再继续留在 这个信心的里面 持续相信神呢 这个道路将 这个道路 在信心的这个道路当中 引导我们到君王的内侍 君王的内侍是不能随便进的 那里面藏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 在上帝的君王 王的内侍里面 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 当主基督告诉我们 他所拣选的伟大门徒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的时候 他并不是轻看门徒 只是告诉他们 你必须行走 必须前进 必须成长 好让他们自己的心之后 能够明白 到了他们被能够明白的时候 明白的真理 有的真理 到一定程度才能明白 有些东西 你到了那个程度才明白 真的 老人说吃盐这个东西 不要小瞧 有些东西你精力了才明白 你到了那个度 你才能知道 到了那个程度才能知道 站在那个位置才能知道 有很多知识是 必须经历了才能知道 体会了才能明白 别人跟你讲 你看了好像我懂了 我能够共情 其实你不做那个事情 是你永远共情不了 就像我 我曾经做传道的时候 很多人自以为 自己是传道人 跟着我一块下乡去传道 好像我也传道了 他们永远不能做 体会 作为担当 那个传道人 那个事情 他自己去准备讲道 亲自去牧养 他不懂 他只是旁观 好像知道 看见 好像能够共情 他永远不知道 就像我曾经 在我原来的母会 我曾经也去批评论断 这个教会为什么这样 牧师为什么这样 总讲恩典 好像不够严厉 公义 讲得太少 就作为一般的信徒 后来做了传道人 去批评论断 但直到有一天 自己独立 牧会的时候 我才明白 当时的牧师 为什么那样处理问题 所以有很多东西 不经历是不知道 不到那个时候 那个程度是不知道的 孩子 不到一定经历的时候 不能体会父母的那种苦衷 你说爸爸妈妈 我体恤你 我们经常看一些视频 我要孝敬你 我要长大了 赚钱孝敬你 那孩子的话 听了 好的好的 等他到初中 到高中 到大学 毕业了 找对象成家 他的想法再怎么样 这是另一回事 他永远不知道 自己讲这个话 他会变成什么样 有一天 他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体恤父母的用心良苦 养育孩子了 才知道养孩子不容易 自己亲自赚钱了 才知道赚钱不容易 经历了才能知道 所以耶稣讲到 将来有一天 你们才能明白 现在你们承受不了 担当不了 讲了你们也承受不了 有些知识 有些道理 现在你们不能明白 除非有一天 你们在信仰当中 不断的操练成长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度的时候 心窍息练的通达了 才能明白 才能领悟 到了一定的度的时候 信仰随着程度的增长 你才能明白 虽然现在是信息情报发达了 你看视频 查谷歌神学的书籍 高深的 我的身量没到那程度 但是我透过书籍 可以获得那个知识 但是那个知识 只不过是我悟性上明白而已 真正经历明白 那是到那个程度 才能经历的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好奇 追求一些 我们现今不能明白的事情 特别是对预定教理 当然我们在真理上 追求明白这是好的 虽然有些东西 必须经历了才能明白 总比无知好 但是对预定的教理 有很多没有启示的部分的好奇 这个就是危险的 那其次呢 我们应该牢记任何 在神的道之外 在神的道之外寻求观预定的知识 这是非常荒谬的 就如人决定在荒废 无路的旷野 漂流一样 奔跑一样 或确信自己在黑暗当中能看到一样 这是非常荒谬的 没有光 我能看见 没有路 我能走 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一般的领域是可以 在信仰领域是极其危险 要灭亡的这个架势 上帝没有启示的 我却在那里面探求那个领域的知识 这个已经越过了 神两个文的界限是危险的 特别是探求神的奥秘的部分 是非常荒谬的 很多人强劫保罗的书 彼得书 结果就自己沉沦 上帝不教导我们 我们就保持静默 敬畏 谦卑 照着所启示的去学习 上帝已经启示的去忽视 上帝没启示去好奇 那个不叫热心追求真理 不是渴慕 要贪婪 甚至是一种骄傲 上帝没告诉你 非要告诉 好像自己脑袋聪明 那是一种狂妄和骄傲 照着神所教导的虚心学习 满足于神所教导的 至于神没说的 保持静默 上帝所指示的之地 我就到那地 上帝没有指示的地 我就止步 这是谦卑 这是敬畏 这是信仰 唯有神的道 才能指引我们明白一切 神许可我们知道的 关于基督的 神没有许可的 我们就保持敬畏 不知道 不要过度采测 进去就危险 这道 唯一光照我们 认识基督的亮光 离开神的道 我们对基督义无所知 照着神所道 启示的我们 才能够认识基督 神的道 启示多少 我们才能认识多少 我们要保守我们 避免一切的轻率 贸然的进入到 神不许可我们知道的领域 就陷入到黑暗 甚至灭亡当中 反之 我们进入到那种 神应许我们 知道的真理的范围之外 或者神启示的道之外 既是冒昧的 又是危险的 甚至是致命的 当远离这种任意枉为 这个认错了 任意枉为 任意枉为 因为至终 它会使我们灭亡 奥古斯丁 加尔文也喜欢 引用奥古斯丁话 有个年轻人 问老年基督徒 说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 在做什么 老人就非常智慧 又反讽地去回答他 在为像你这样过度好奇的人 预备地狱 就是有些知识 可以问 有些知识 已经是戒阅 是骄傲 探究上帝 为告诉我们的事情 是一种狂妄 骄傲 自己灭亡 所以非常恐怖危险 这是第一种 避免过分的好奇 探究神没有告诉我们 第二个过分的 第二个极端 就是过分谨慎 为了避免这种 过分的好奇的恶 就决心 只字不提 一定的教理 他们教导人 像避免传触交一样 去避免谈这个教理 圣经已经教导了 你干嘛不教导 不懂就好好学习 然后照着所认识的程度 去忠实地去教导这个教理 因为这个教理 我们说也对人有益处 让人真谦卑 让我们荣耀神 让我们明白神的 怜悯和恩典 白白的恩典 所以是对我们有益的 凡对我们有益的上帝 就避违不说的教导我们 凡对我们无益的上帝 只字不提 那既然上帝教导我们 是我们应该知道 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和教导呢 所以这种过度的谨慎 怕我们碰交 就只字不提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圣经既然教导了 我们就应该终于教导圣经 那这种深思熟虑 谨慎固然值得称赞 但过于迁就 太低的水平 又容忍 无差别 地 勉强人的天性 不容忍 无差别地勉强 什么意思 人的天性就是太低 人的天性就是 不愿意接受那种强迫的东西 为什么 神这个预定他 不预定我 好像很霸道 这种天性对种种教理 是憎恶的 而且我们的水平很低 根本理解不了 所以谨慎是好 但是你又不能迁就那些 太水平低的那种天性 他们理解不了 他们误解 他们攻击 所以不假 为什么 等你闭嘴不说的时候 你就无法去提升他们的愚昧 他们的低水平 他们的物质 无法提升他们 圣经既然教导了 是为我们有益的 我们努力去教导 让他们在谦卑当中去学习 这样的话 他们的灵魂 他们就被提升了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间接地 得到的智慧 误会 不是只是迁就会众的水平 一定是超越会众的水平 这样的话 会众才被刺激不断地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去向着更高的地步去追求 你总是讲他们已经有的程度的话 他们永远远地踏步 满足 我已经满足了圣经的要求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已经够了 已经达到境界了 你讲超越他们所活的 应该活的 他们就知道 我还有距离 前面还有一百步 我要追求努力 不断地刺激他们向前 然后保持谦卑 我还有该做的 当走的路 因此为了保持适当的节制 并且用神的道 为我们知性确定的规范 保持洁净 洁制 不要过度的好奇 探究不该套几的领域 但是同时呢 神的道已经给我们指定了范围 已经启示了 所有启示的领域 我们都应该去到达那里 没有启示的领域 我们不要愉悦 因为圣经是圣灵 抱歉 是圣灵 不是圣灵 圣灵学校 圣灵如何教导我们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训练我们 让明白真理 训练我们 学习顺从圣灵 离开圣经的圣灵 是不存在的 离开圣经的圣灵感动 也不存在的 圣灵引导我们 明白圣经 进入圣经 实践圣经 在圣经 圣经是被称为圣灵的学校 所以你发现 加尔文的圣经 强调圣灵的生命的 信仰 关键是生命 生命不是死的知识 但是生命 又不能离开真理 在真理的范围里面 去追求生命 圣灵引导我们 在圣经里面 去实践我们的境界 理论和圣灵 圣经并未省略知识 没有忽略那些 对我们有益 我们必须知道的 因此教导们 应该知道 这些对我们有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避免 忽视教导信徒 任何圣经已经启示的 关于预定的知识 圣经既然讲了 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有义务去教导 我们就有责任去教导 我们有义务去认识 有责任去明白 传道人就有义务去教导 其实明白这些真理 也是我们的特权和祝福 所以既然已经启示了 我们就不能忽视 或懈怠推图 当然换句话 我还说 中国教会有一些激进 天天讲预定论 除了预定论 就不知道别的 这个也是问题 好像改革宗就是预定论 谁告诉你改革宗 就是预定论 改革宗就是神的主权 不是的 改革宗是强调整全的真理 整本圣经 凡圣经所教导的 我们都强调 虽然每个真理在 它所教导 圣经所启示的范围里面 分量不同 有它独特的位置和秩序 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秩序 和分量去强调 去教导 不能偏颇 天天喊预定论 结果自己脚下具体 对神诫命命令 律法的要求 都不知道如何去行的话 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最理智的节制 就是在圣经中 总是追随神的道 按着神的道 当神教导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就当 当上帝都教导的时候 已经教导完了 讲完了 那我们就学习止步 不要在教导之外 去寻求知道 这种欲望是可怕的 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就好奇 这种欲望并不是渴慕 是非常危险的 借阅 骄傲 冒犯 是非常危险 但是大家要注意 很多老人家 哎呀 知道那么多 有什么用 知道也活不出来 这种人 严格来说 应该下地狱 真正有神的 灵在心里面的人 是渴望认识真理 渴望顺从神的 说出这种荒谬的话 我们应该怀疑 他到底从没重生啊 全牧师不是喜欢 去分辨人重生 为什么 这种说法 要么就是愚蠢 要么就是没有 重生的生命 有重生的生命 正常的重生的生命 是渴望认识神 渴望明白真理 渴望明白神的心意 你喜欢一个女孩 喜欢一个男孩 你不渴望了解他 不渴望与他相较 不渴望满足他 了解他的喜好 去满足他的需求 这种爱是假的 喜欢是假的 重生的人是里面 有一种趋向神的 渴望明白神 认识神 渴望顺从神 侍奉神的特性 至于那些被私欲 赌满的 经济赌满的 基督徒 虽然重生了 但是又现在属于的低谷 和爱世界 被各种私欲经济堵住的基督徒 不正常 那是非正常的状态 但正常的状态 一定是去光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有些真理我们不能愉悦 但是不能向那些老人 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不是最终下定律 他一定是下定律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正常 跟基督徒重生的 生命的特性是不正常 除非他是受到 错误的教导 蒙蔽 这种愚昧 造成这种说法 不然的话 一个认识神的人 是渴望更深认识神 明白神的 不满足于无知的 不满足于现状的 一定是竭力追求的 这样的人 有几个人认识神的人 说我认识神已经够了 我现在这个程度 已经不错了 那都不认识神的人 认识神的恩典 越体验多 越可慕恩典 越认识神 越渴望认识神 这是正常的 生命的特征 好 我们来做总结 最后我们看到第四小节 三卷二十一章四小节 实际上是最后 他谈到这种教理的益处 必要性什么 然后避免两种极端 之后又提到了 一些反对这个教理的人的 一些他们的不利的说法 再讲到这个的后面 他又做了总结 然后后面又具体 这个第五章开始具体的批判 一些错误的观念 所以这里面不具体的反对 但是他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 承认不尽钱之人 特别喜欢批评 辱骂 吼叫 嘲笑 这个教理 但这种主张 不能因此就 不能因为有这种主张 我们就因此 坚口不谈 道持沉默 闭口不言 基督教七要的真理 因为预定是七要的真理 我们要适当的去教导 无需惧怕那些恶人的毁谤 不理解 毁谤 不要怕 勇敢的宣讲神的道 所教导的这个教理 既然神的道已经讲了 我们惧怕什么 神说 我们就阿门说 神斥责的罪 我们就放暖去斥责 我们有什么怕的 这是作为传道人 应该具有的姿态 基督徒应该有的姿态 有些话 神教导的 我们就该讲 特别是传道人 然后他又引用了 奥古斯丁的话 作为 引证 证明信 说到 新约时代的假使徒 也是竭力地去诋毁 侮辱控告使徒 特别是保罗 他正统的教理 既然保罗都遇到这样的攻击 我们有什么稀奇的 对不对 只要我们不好奇 已经前面 前面第一个极端 过于好奇 去探究神 奥秘隐藏的事情 同时 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启示 第二种极端 就懈怠 不教导 闭口不言 避免过分好奇 或者忘恩负义 前一种是 过度好奇是他的错误 后一种是忘恩负义 上帝已经辞给我们 这样的真理 已经是跟我们恩典 为什么我们不讲 这不忘恩负义吗 领受了恩典 闭嘴不说 这种人是 忘恩负义的人 然后我们要留意 这个教理 带给我们三重益处 认识 透过这个教理 我们知道 上帝白白的恩典 我不配 但是上帝白白给我恩典 然后好归荣耀给神 知道虽然我不配 但是神施恩给我 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 不在于我 乃在于神 然后使人真正谦卑 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悲惨 上帝却施恩给我这样的恩典 我将上帝该归给上帝 就归给上帝 然后我自己的不足和亏欠 来承认 这样才具有健康的 敬虔的灵性 具有真正认识神的 白白的恩典 归荣耀给神 也认识自己的谦卑 不是我的功劳 完全不在我 在我之外 神的意志 神的美意 神的决定 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白白的给我 我不配 但是 因着基督的缘故 因着上帝的拣选缘故 他决定施恩给我 所以没有任何功劳 所以在神的面前 只能感叹 感恩 敬拜 更多的去报答主的恩典 借着顺从 侍奉 去回应主的恩典 而不是突然 无受神的恩典 变成万而非 的人 所以 预定的教理 非常好 所以盼望 我们基督教要义 这个21章 23章 24章 都在谈这个教理 加尔文 为什么花这么长 去谈重要的缘故 又在这个恰当的位置 谈论了救恩论之后 谈预定的教理 在称义的时候 在谈基督徒的自由 和生活的时候 之后谈称义 其实就让我们谦卑 我们称义 不是行为 不是在乎我们的功劳 乃是在乎神的称义 包括我们好行为 也是需要 在神的称义的里面 被神悦纳 然后在谈了整个救恩之后 祷告什么等等 之后又谈 其实还是让我们知道 神的恩典和称义 让我们谦卑 救恩的稳固性等等 那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谈论 预定 预知 还有以色列 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当中 有的人 以色列被拣选了 但是不是全部的人都得救 预定 预知的关系 下一节是五节之后的内容 OK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